订阅本节目并答对结尾的问题 就有机会赢得我亲密签名的礼物 关注节目的官方微博微信 还有更多的花絮和礼物送出 大家好 我是郑君 欢迎来到优酷全明星 今天的主讲人就是我 很多人也问我 到底怎么界定 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其实我确实也是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算什么职业 我干过很多事 但是归根结底最后 我觉得我是一个自由的人 所以今天就跟你们分享的是 怎么样做一个自由的人 像我这么自由的一个人 前一段时间去参加了这么一个节目 就有爸爸回来了 这节目找了我 类似节目找了我两年了吧 去年人家觉得孩子太小了 而我觉得一直比较抵触这种节目 这个节目使他们找到我 我觉得这个想法 跟我讲他们怎么拍 觉得哎 因为我希望跟我儿子能有单独相处的机会 我俩孩子 我有时候觉得比较愧疚 陪孩子 单独陪孩子的机会 以前付出的太少了 这个节目说我们就是让你跟 你儿子单独在一起住几天这么拍 我觉得这太好了 所以就答应了 会吧 会吧 这么快 会吧 会吧 这块吗 会开吗 这块吗 会开吗 看看旁边这块吗 会开吗 会开吗 看看旁边这块吗 我觉得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真的很神奇 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杰格是一个很敏感的小孩 这点很想我 我从小也很敏感 就是胆子小 这个也不太想我 我不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 也比较讨厌小孩老哭哭啼啼的 所以他一哭我就骂了 从前两年开始 我觉得家里人都是哄着他 外婆外公哄着他 他妈哄着他 大家都宠着他的时候 小孩就开始没边了 杰格最过分的时候 有一阵就是属于 小孩有一段特别爱打人 这是很普遍性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有的人说是因为 吃的激素多的原因吧 真的 有可能 因为吃的东西里边这种激素太多 他们就比较暴躁 有一次就发展到就是 外婆什么事儿反正不高兴了 外婆在旁边抱着她 不高兴她啪就打外婆 我说你下来 墙边罚站 最长的罚站罚过45分钟 我说因为你做了错事 说明我没把你教育好 我也陪着你罚站 我们俩在这儿待着 她哭 我说你哭 那咱们家一直这么耗着吧 就大概在三十分 二十三十分钟 我说你知道为什么罚站吗 不知道 我说得继续罚站 罚到单位 罚到四十五四十多分钟 我说你知道自己为什么错 她说我知道 她说我打了外婆 过一段时间还是不管用 因为我不在的时候 她干这些事儿 就没有人惩罚她了 有一天我一看罚站 她本来是站在墙边 我还不准拿手摸着墙 我看她趴在墙上 特别舒服的趴在墙上 我说你为什么这样 她说外婆让我这样 外婆说这样罚的话 你会不累 所以后来罚站也不管用 还有一次她又打人 我一看这罚站已经不起作用 我说你这样 我说你最喜欢哪个玩具 她说我最喜欢一个直升飞机 最喜欢直升飞机 我说好 把直升飞机拿过来 拿过来 到那垃圾桶 扔了 这我不扔了 她说这是我最喜欢的玩具 我不扔 我说必须扔了 我说你知道现在 你知道这个感觉 我说你记住 我说你打你外婆 或者你打你妈妈的时候 我们的感觉就是这样 对 这就是我教育孩子的办 其实我们都生活在一些幻觉中 别人告诉我们说 美国人他们怎么教育孩子 他们对孩子 好像就是跟孩子讲道理 他们特别保护孩子自尊心 我觉得都是扯的 因为你真的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发现他们特别的 其实对孩子教育很严厉的 老外的小孩回国了 我们一起带在一起吃玩的时候 特别有礼貌的坐在那儿 安静的吃饭 或者干嘛 他们的餐桌礼仪特别的有教养 我们的孩子就炸的 然后各种闹的 飞机上 你一个旁边坐俩小孩 你基本就崩溃了 这就是父母的问题 这是没有教养的表情 这些东西靠教育出来 我觉得我从小被我哥哥和我母亲教育的挺好的 所以对杰格尔我也是这样 家里没人当坏人 我就当坏人 所以杰格尔我就 我会在家里边跟他吃完饭 我说你必须把自己的碗拿回厨房去 虽然家里有阿姨给你做饭 我说你必须把碗拿回厨房去 这是你对别人的劳动一个尊重 基本的尊重 而不是说饭来张国一来身手 我说那种 我的孩子不能是那样 一到吃饭的时候 然后外婆就胃 我说他五岁了 如果还要胃的话 我说这只是个废物 现在中国的家庭普遍性的隔代的教育就是这样 就是外婆外公把自己跟孙子弄到一个战线上 然后一起对抗父母什么的 我觉得这里边可能也有某种乐趣吧 但是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讲 就是对孩子是一种 我觉得是一种非常错误的引导 小孩会变得很自我自私 我今天出门之前 杰格跟外公 外公给他看他们亲戚的照片吧 他在旁边他就哭了 说这个照片里为什么没有我呀 我当时就说 我说你凭什么这照片里就得有你 我说你不是这世界的中心 你以为你是老鸡 你就是这个屋里的小孩吗 就这么简单 我对孩子的教育是 我有一个女儿有儿子 我对他们的教育都是这样 我说是 一定要首先做一个善良的人 然后学会体谅别人这么一个人 或者在这世界上 不要给别人添麻烦 至于你想干什么 随便 我从来没有给我孩子要求说 你得考多少分 我跟我女儿说我千万别考第一名 但是也别考最后一名 中不溜是最幸福的 所以我给他们的教育是 什么是快乐性 放松自在就是快乐性 你怎么着放松自在了 又怎么着活着吧 你说我就是想挑大份 那样我特别快乐自在 那你就挑大份 快乐 那我觉得你太牛了 你就是技工啊 女儿要富养的理解是这样意思 就是说 女儿让她一定要见过世面 别到时候就被一个屌丝 拿俩来缝就给骗走了 那太惨了 所以物质上的时候 女儿足够的认识 认识到物质 没有什么神秘和可怕的 不要因为别人拿钱给她打倒 就跟人上床了 那太惨了 你可以因为她长得很帅 跟她上床 那我们也不吃亏啊 但你不能因为她有钱 长得没法弄的时候 你跟她上床 为了她的钱 那太吃亏了 儿子穷养 我觉得是要让她变得坚强 因为男孩子最重要的是 能够经历打击 这种打击是男孩必须承受的 因为你有了这个的时候 你才成为会变为一个男子汉 你的未来的你的家人 你的家庭 老婆孩子 父母是可以依赖你的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坚强的一个 这么坚强的一个性格的话 你那也是个废物 人的一辈子 我觉得非常奇妙的一个人生啊 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长大了会做一个歌手 因为我从小是被父母培养 长大的可能做一个画家 学画画的原因也是因为 我觉得画画的时候我很自在 当时我认识青年画家们 年轻艺术家们 很多都是基本跟要饭的差不多 穿着那种拉里拉遢的 有各种补丁的衣服 然后头发也很长 然后很潇洒地背一个军块 然后画油画 谈论艺术 他好像有一天我觉得这种日子 我确实过不了 因为他们太穷了 我说我这种日子 我本来就不快乐 然后再过穷的日子 我实在是堪不住 我决定还是别当画家 然后我妈妈也劝我 我们家从爷爷辈都是学工科的 所以说你还是回到常规路线上吧 我们学校叫杭州电子工学院 他们第一次招工业外贸专业 当时是非常火的专业了 所以分数要求非常高 就是都是中典大学的分数 所以我就报考这个专业 后来录取了去 大学主要的是英语 我们班的英语要求非常高 前后有七个美国老师当外教 其中有一个美国老师是一个大美女 特别漂亮一个美国大美女 他跟我们上英语课要讲美国文化 美国文化第一个讲的摇滚乐 当时在课堂上放的一个 美国一个蓝领歌网 就蓝领的这个阶层最热爱的一个 一个歌手叫Bruce Brinstein 我当时在课堂上听到他的歌以后 我当时就呆了半天 觉得世界上还有人可以这样唱歌 用这种方式 这么自由和完全这种 这种完全是不守规矩的状态来唱歌 我觉得没有听过 我觉得太神奇了 所以我当时就惊呆了 然后我就跟老师要了他的这个磁带 我复制了一份 然后从此复制了很多摇滚乐的唱片 当时摇滚乐给我最大的感受 其实没有别的 就是自由 我就迷恋上摇滚乐了 所以天天就不上课了 天天就开始学吉他 然后组了乐队 当然是一个非常粗糙的乐队了 我的目的很单纯了 我的目的是今夜喜欢音乐 但是乐队的别的人 基本上是为了女朋友等等这件事 但是我们钱也不够 所以大家就发动群众 我们当时的女朋友们都非常好 给我们捐了一些钱 然后女朋友的女朋友们也觉得这事挺靠谱的 他们也捐了一些钱 我们就当时成为我们那一片最牛的乐队 因为我们有这些电吉他 然后这些玩意儿 当时也是一个 在杭州业余音乐圈也是 还算有点风生水起 然后呢 但是在最后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们歌子回去 回到原来的位置上 该干嘛干嘛 只有我一个人比较疯狂 我说我准备去做歌手 所有人都说你觉得我是个疯子 我就特别跟中了鞋似的 我说我就想试试 然后也是非常戏剧性的 很偶然的遇到黑豹当时经纪人 就四哥 然后四哥听了我的 自己拿卡带录音记录的 弹唱的赤裸裸吧 还是回到拉草吧 四哥说啊很棒啊 然后那个到北京来做歌手吧 我给你当经纪人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也是客气 客气化吧 但是年轻人就特别容易清醒 我一听我就晕了 然后我就给我哥哥说 我要去北京当歌手 然后我们家人都傻了 然后我嫂子就说 北京做歌 想做歌手团成千上万 都不知道有多少万 你凭什么就能做歌手呢 但是我哥哥 是因为从小是一个文艺青年 哥哥跟我说 你要想当歌手你就去吧 我觉得这种人要有梦想 他说你这样我支持你去 你去试两年吧 我说好 然后我就白揣五百块钱 拿来把木集团 就从深圳坐火车就到北京 就开始我的歌手的冒险之旅 从前经历的东西都太 比电影精彩一百倍 但是我的故事真的也没法拍上电影 因为上映不了 第一个打击是我一下火车 我就直接去了 我拎着一个自己的行李袋 木吉他就辗转了到了西四四哥的办公室 我说四哥我来了 然后四哥看着我特别淡定的说 哎呦 你怎么来早了 说我们的投资方的老板还没到呢 北京有没有好的朋友 亲戚朋友在他们家先住一段时间 我说一听 我说行 我就马上给我大学吉他手打电话 因为他们家是北京的 住在他们家里边 白天一大早我的同学上班 我在他们家就弹琴写歌 然后每天阿姨就过来说 小郑啊你在干嘛呀 为什么不上班 我说阿姨我是个歌手 阿姨说歌手不是个职业 说这个不是一个正当职业 年轻人应该干一个正当职业 说你必须有个工作 然后每天来说一次到两次 所以说了一个星期之后 我基本崩溃了 后来我跟我同学说 我实在住不下去 我说我也不好意思在这蹭吃蹭喝 他就给我安排 我们去了另外一个同学家 又蹭住了一段时间 那时候真的是太穷了 我那时候为了 有时候真的是为了吃顿饭 我从传媒大学骑到崔岳路 跟我同学聊聊天吃个晚饭 又骑自身再赶回北 再赶回传媒大学 其中最惨的时候 真的在大街上睡过觉 就是在公主坟的环岛上睡过 半夜旁边都是乞丐 然后老头老太太都特别惨 然后他们就摸着就过来了 在北京我住过各种 鸡脚嘎栏的东西 地方我都住过 四哥当时有一个他的副手 然后说他有一个女朋友 一个女性朋友 有一个小房子 在燕沙的对面 当时是一片麦地 那小平房有多大 大概就这柱子大一点吧 然后全是蚊子 第一天晚上没法吹 因为全是蚊子 就盯着不行 第二天找四哥 我说四哥 那个全是蚊子 我说我实在睡 四哥送你取蚊器 取蚊器一插 然后死了一片蚊子 然后睡了一觉 然后刚过了两天 当当当有人敲门 一个女的 我不认识一个女的来了 我说什么事 他说这个房子是我租的房子 我要用这房子 你能不能搬走啊 我说可以啊 我说你什么时候要用 我说两个小时以后吧 我说收拾我的细软 一背就出去了 然后当时口袋估计就有十块钱了吧 当时真太贝了 刚走两步路 首先是自行车太渣了 所以打了一个小面堤 面堤走了两步之后 面堤的胎爆了 然后私机下来要换胎 我坐在那儿 我觉得人生 我当时一点没有觉得特别沮丧 我觉得人生好神奇 怎么都能凑在一块呢 就这样又待了几天 还是不行了 实在过不下去了 我说四哥我要逃离了 我要去东北了 然后四哥说你再等三天 如果这个人来了 就签约 如果不来 你就走 我说好 第二天的时候 四哥哥打电话说 你来吧 我们的老板来了 住在一个五星级酒店 我当时的穿着是一双破球鞋 真的是有洞的破球鞋 球鞋下面有一个窟窿 然后牛仔裤也全是窟窿 烂的全是油 然后穿个T恤衫 干瘦 我那时候非常瘦 我进酒店的时候 我说实在的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进五星级酒店 因为我当时其实就是一个要饭的状态 老板拿着合约这么厚 一页给我讲 合约第五 五点一是什么什么什么 五点二什么什么 我看着他的眼睛 我一句都没有听 一句 我当时真的像电影一样 我的脑子耳朵里什么也没有听见 我就看着他 像个傻子 那就啊 那完了 最后说你签这儿吧 我就签在这儿 然后老板说 他说我知道你在大陆做摇滚乐很不容易 很可怜 经济上负担比较大 所以我先借给你两千港币 三千港币吧 借给你 拿着三千港币 穿在兜里边 然后骑回西单 我的钉子户那房子 当时我的女朋友在等着我 我把那合约放在那儿 然后把钱放在那儿 然后抱着我 我们只出了过三首单曲 回到拉萨 极乐世界和赤裸裸 当时一些火了之后呢 就认识了小松老郎这一拨人 然后就开始另外一种生活 就是夜夜升歌 每天大酒 这种日子还过了有十年吧 前天晚上早上喝大酒 喝得终于醒了 刚吃完午饭 高耀松在我们家楼下打电话 老郑 我那个在你们家楼下 你赶快下来吧 然后我就下去 坐着他那个老爷车 买入出去就奔三里屯了 我们是三里屯 绝对是元老的 铁粉 脑残粉 三里屯 酒吧街当时刚刚开始的时候 大概只有两三家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是常客 我们当时都二十多岁 少年得志 在一起谈论电影 诗歌音乐 跟姑娘们喝着大酒 过上了传说中的摇滚乐 摇滚歌星应该过的生活 可能差不多就那样吧 我那时候一夜之间有钱 每天晚上你喝着大酒 在这种最奢侈的场合喝着大酒 然后有美女陪伴着你 然后那些各种大腕陪伴着你 她不就是这样 又能怎么样 所以那时候 你有一种被欺骗之后的痛苦 我觉得忙活半天就是这样 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我最迷失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是我最火的时候 但是也是我最痛苦的时候 我经常想跳楼 拉开窗户就跳下去 因为有点抑郁症 那时候失眠得很厉害 左手拿着酒瓶子 右手拿着笔 然后再报个吉他 就这么过生活 我觉得我个人理解 摇滚乐是一个伟大的地方 就伟大的 它是一个自由的东西 它代表着自由的精神 但是你把它玩好了 它就一个自在的状态 你玩不好了 它是一个自毁的状态 所以很多摇滚乐历史 就是历史伟大的这些伟大的歌手 天才 要么就喝酒喝死了 要么就吸毒吸死了 要么就是各种事故死了 原因是都有一种很强烈的自毁意识在其中 我那十年是一个自毁的十年 就每天就想把它自己 把自己喝死算了 就是这样 所以并不快乐 那时候也是到最谷底的时候 我那时候离婚了 尤其就是因为 我前妻也受够了我这种状态 所以实在过不下去 我很感慨 我说人生突然又回到了原点 也是非常机缘巧合的认识一些 彻底确实改变我人生的一些非常好的精神上的导师 就开始学打坐 学这种瑜伽 西藏的瑜伽 然后也会去山里边去闭闭关什么的 大概学了六七年的时间吧 这个彻底改变了我 第一是我彻底活明白了 我跟原来比最大的区别 最大的变化就是我没有一丝的疑惑 原来的我就是特别容易被环境左右 然后比方说早喝大酒什么的 玩混吧 反正闲着闲着就混吧 现在我完全不会 我觉得我知道我要去哪儿 就是我原来是开一辆车 这辆车可能很好 但是这辆车在开着我 因为是无人驾驶 我坐在上面 它开到哪儿 我到哪儿 现在是我可以开这辆车 我想到哪儿我就开到哪儿 我在这个行业待了已经到现在二十年了 这个行业的兴衰我都在看在眼里边 这个行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不再能听到好听的歌了 原因是没人写歌了 唱片行业现在今天只剩下歌手行业了 因为歌手是永远能活着的 但是创作者写歌的人完全都消失了几乎 所以我想怎么样让这个行业能够重新的复兴起来 这个唱片行业能激活 唯一的办法就是互联网 所以我想了一套办法 当时就做了一个计划 想做了一件事 何一亮其实不是给专业的音乐人和做起家做的一个东西 不仅仅给他们做 主要是针对大众的 何一亮最初的想法来源于我自己的经历 因为我不是一个专业学音乐长大的小孩 我是学画画 学外貌的人 所以我第一张唱片最火的时候 最吃惊的我妈妈 因为我妈年轻的时候文艺女青年 大学虽然学的是水利 但是业余时间会跑到音乐学院旁听 所以可能有点胎教的这种记忆 我出第一张唱片我妈就说 说我特别吃惊 这是个奇迹 你为什么会写歌呢 你原来连五线谱都不识的一个人 你怎么会写歌 而且从小我也没有看得起唱歌 你也不爱唱歌 你为什么能出唱片写了这么多歌 而且写的还不错呢 当时真的把我问住了 我也觉得我为什么会写歌 后来我想了一想 我就跟我妈说 我说因为你从来没有给过我的机会试一试 我们缺乏这样的平台 就是我们普通的人不知道谁是天才 没准他就是个天才 但是我们看不出来他 没有人写着天才 我们看不出来 所以你得给他试一下的机会 比如说你能写短信 你能发微信 你就可以写歌词 一首歌词就一百个字左右 就到头了 所以你说我想 突然有天早上写了歌名 回到拉萨 可以啊 放到这儿 这个歌名就是你的创造力 然后另外一个人来觉得 这歌名不错 他写了一段词 原来歌曲创作和艺术创作是少数文化精英 文化贵族的特权 互联网的伟大就在于格的就是这个命 你不需要这些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可以靠科技技术手段来弥补 技术永远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永远是想法 和艺术的意思就是 它是个接力创作的平台 你写了一段词 我接着写 你就会占有你的那一部分词的版权 自动系统给你计算好了 咱俩就显示出来 你占百分之多少股份 我占了多少股份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游戏规则 然后呢 大家合起来就把这首歌写完 然后我们这个平台有专业的律师团队 来保护这个歌的版权 我们有专业团队去推广这首歌的商业的开发 当时这个歌真的赚钱的时候 它自动就分配到每一个权益人手上 这是它的基本概念 它是给每个人尝试一下自己 到底有没有创作才华的一个平台 可能一个保安或者一个广场舞大妈 突然有天来灵感写两句发上去 这歌火了 真的说不准 现在这个版本的用户体验比较糟糕 从某种意义上也是我诚心要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基于咱们这个整体文化的可怕 如果我把这个底牌全翻到桌面上的时候 这游戏没法玩了 因为据我所知 现在已经大概有三到四家公司 已经在做跟我一模一样的 我现有的模式他们已经在抄袭了 这个平台我们现在没有做任何推广 因为我只是当时做了一个消息的发布会 因为当时为了做这个百万奖金的这个和写一首歌这个事儿之后 也没有买过一个粉丝 但是他后来自己有很多人上来 现在传的歌曲有些歌写的质量非常高 当然原因是因为我们拿了一百万奖金放在那儿 所以重赏之下比有勇夫 所以现在有质量很高的作品 他的要求很简单就是 简单生活自由自在这个概念写一首歌就行了 拿一百万现金放在那儿 最后我们大众评选加专业评选之后 这个冠军不管任何人哪怕是个要饭子 所以这歌他写的一百万现金直接给他 这由始来给单首歌的奖金最高的一次 词三十万 曲三十万 编曲三十万 唱十万 为什么比如歌手的比例那么小 原因是因为在现有的版权体系之中 歌手是最大的利益获得者是歌手跟唱片公司 一首作品成名之后 歌手就出名了 歌手可以演出 可以别的渠道赚到很多钱 但是词曲作者他们只能通过词曲作者的真正的版权 得到他们应该得到回报 我幸亏是做了一个歌手 所以我可以演出 我可以上各种节目挣了不少钱 但是我作为一个词曲作者 我写了这么多歌 如果我只是靠词曲作者来活着 我肯定饿死了 我第一张专辑 回到拉萨 赤裸裸回姑娘这么多歌 我到现在 从词曲作者角度 我大概拿过三万块钱 当年的正版大概都卖的有几百万 两三百万 赚钱最多的是词曲作者 不是歌手 是合理的 我觉得现在中国社会的一个 我觉得问题在于 一个年轻人如果他有想法 有创意 有才华 也勤奋 但是他并没有一个可寻的正常渠道 获得成功的可能性 就整个互联网的怨起来源于 他没有出路 所以 如果你的用的才华 和你的勤奋 就能寻一个正常渠道 获得财富 获得这种自由的话 我觉得这是社会会变得非常美好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优酷全明星开启全新互动环节 每期节目录制前 粉丝通过节目官方微博或微信 向艺人提问 问题按劲爆有趣的程度 被贴上相应时长 艺人回答即可获取该时长的宣传时间 被抽中问题的网友 可获得艺人的签名礼物哦 先选一个犀利的吧 现在家里如果有两个小孩 总会有小孩觉得父母厚此薄彼 然后你怎么看待这种情况呢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处理 这问题是挺难回答的 从原则上来讲 父母对孩子 从内心深处来讲 完全是一样的 看待 因为他们都是自己的孩子 但是从表面上现象来讲 确实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 因为有的时候 小孩表现得也很讨人厌 有的小孩就会表现得 特会讨好父母 所以确实存在这种现象 我的理解和态度是这样 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处理 任何一个小孩如果他表现得好的时候 我从来不愿意批评他 那时候我不愿意眼里 我也鼓励他 我觉得他很好 但是他表现得不好的时候 他做错的时候 我必须眼里的打击他 所以 任何一个厚子 都不是出于我的喜好 爱那个孩子和不爱那个孩子 都是属于我的需要 对他的教育的需要 我唯一的目的就是 这事对他有益处的话 我就去做这件事 你可以不喜欢我 你可以讨厌我 都没事 但一旦到过了那个时间之后 我尽的责任尽完了 你愿意跟谁在一起生活 怎么生活 完全是你的自由 我不干涉你 因为你是一个独立的生命 我只是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一个载体 就这么简单 就选择这种 就是中不溜吧 我还想知道 假如Jager长大 想走上演艺圈道路 但和父亲是完全相反的方向 比如当演员什么的 老师会怎么做 再极端一点 Jager想去郭德纲 没想当相声演员 那是他的自由 那是他的自由 为他感到骄傲 郭德纲老师也是非常牛的大师 我觉得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他当什么不重要 那是他自己的生活 他当什么都可以 就别当做罪犯就行了 今天非常有幸 在这跟大家分享了一些 我这些乱七八糟的生活的 这些点点滴滴 希望我分享这些东西 能够对你们有一点益 有一点益处吧 如果没有的话 你们就把这件事忘掉 希望你们每个人 能够开心快乐自在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谢谢你们 你总是心才软 心才软 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 这说不定是我在那支最后一次唱的 谁比你红哦 谁比你帅哦 小鲜肉出现了 你已经老了 第一次担任的男主角 就跟张百姿 我演不下支 然后快崩溃了 我第一次参赛的时候 我就直接飞出去了 就车子一砸下来的时候 把我后腿跟砸断了 短裤都是鲜血淋漓的 因为舒淇住我家隔壁 所以没事我就可以去找他聊天 出了一些鸡飞狗跳的事情 我管他的 我说 什么时候办个婚礼 如果票房很好的话 我就办一个回馈大家 我得把鸟朝包下来 我看 和音量是一个凝聚碎片时间 碎片创意 由此创造作品和创造成功的平台 我们想做的是给所有人提供一个机会 仅仅凭借着才华创意和勤奋 看每个人到底能走多年 提供专业的制作加工的程度 又创造一首专业的经典歌曲 这就是和音量所要做的 做的事 沒有 为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